Lexy 營養師 嗨 我是Lexy 營養師 今天來到公館夜市出任務啦 那今天我們還帶了兩個小天使 一起來歡迎他們吧 哈囉 小天使來介紹一下自己嗎 嗨 我是依馨 嗨 我是廣子 聽到今天的夜市我真的超級興奮的 這夜市我一周來兩次 這裡可是我的地盤 想到等一下就可以知道就是這樣的夜市美食 口水都忍不住要留下來了 想必這次的任務 我們一定能夠成功 大家想一下今天要幹嘛吧 等一下你們一人有15分鐘的時間 然後要去購買平常你們在夜市就會吃的食物 那我們現在計時開始 這個味道 我聞到這流泡水了 這個香香脆脆的雞排 來也是一定要買的 這個味道 雞排買好了 看跟我的臉一樣到 他在買個珍奶 還有臭豆腐跟肥脂的瓜包 就完美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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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加強這個 吃不下 不要弄弄白回去 這次囉 一定要成功 買到推薦包囉 今天你們真的買了很多東西呢 今天介紹看最初吧 買了臭豆腐、雞排、珍奶 還有這個肥滋滋的瓜包 我們買了麵線、水煎包跟滷味 還有冬瓜草 其實既然讓我們呢 就是要達到均衡的目標 那地吸血基本上都是高熱量的組合 像是一些炸燈啊 還有一些高脂肪的肉類 那王子的種類雖然比較多 可是在六大類食物的均衡上 還是一些炸燈啊 其實呢 我在你們選購的時候 也偷偷買了一些東西 來跟你們一一的介紹 Vegan 木瓜牛奶 再來呢 就是清蒸臭豆腐 還有呢 就是有蔬菜的 鹹水雞 特別有其他小調味喔 最後就是水煮玉米 那其實呢 有看之前影片的人都知道 我其實堅果種子類都會在下午的時候吃 那其他配合這幾樣的食物 我基本上六大類食物就已經吃到囉 你看有牛奶 然後有蔬菜、有水果 然後都有一段肉類 跟全部加藥類 這樣是我們覺得健康呢 那如果再給你們一次機會 所以你們總選呢 我知道 潤餅 關東煮的白菜還有蘿蔔 還有烤肉串 有加青椒跟蔥的那種喔 再加上一袋拔辣 加糖的紅茶拿鐵 或是木瓜牛奶也不錯 最後 再來一點堅果種子類 像是 腰紅花 我才正要送欸 等一下 我真的不想 今天的任務圓滿達成啦 最後再提醒大家 大家吃夜市的時候三個小技巧 第一個 就是少油、少燕、少糖、少加工 第二個 就是要盡量吃滿六大類食物 第三個 就是要盡量跟朋友們一起分享喔 最後我們來謝謝兩位小電視吧 記得 我的參堂口角 想吃的健康均衡 一點也不能喔 掰掰 民嫁好 解除家 字典